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起菜是不是上菜的意思呀 我刚刚还在想应该怎么说 汤来了 我不客气 我先喝吧 真好喝 咦 你为什么不喝呢 我想为你借一个汤勺 汤勺 什么来的 这个就是汤勺 好咯 哦 好啦 给你一个汤勺用来喝汤 谢谢 慢着先 如果你想要这个汤勺的 就教我这个用通话怎么读先 哦 看在汤勺的面子我就教你啦 给你一个汤勺用来喝汤 给你一个汤勺用来喝汤 不如你就读一次 给你一个汤勺用来喝汤 哦 原来是这样读的 啊 突然之间想起药了人 我先走了 拜拜 呀 我的汤勺我还没有喝汤呢 忘了今天的乐谱对照时间到了 再见 再见 汤勺呢 嘿嘿嘿 今集我们会和大家看看上星期的蛇制篮球赛 先看看女子的初赛 由蓝蛇对着红蛇 另一场的初赛已经在较早前打了 由鹿蛇胜出 他们将会和这一场的胜贏冠军 开波初段 红蛇给蓝蛇早入局 球员都肯大胆起手射外围 不入不要紧 男底的罗汇亭 搶到籃板帮隊友保重 红蛇首两球都是他入局 一开球就领先到4比0 不过蓝蛇的主将 謝佩如 见形势不多 妥当主动出击 为球队开齋 謝佩如同学打球 大家都知道 所以今场的胜负关键 也好看他的表现 这个红蛇可不可以抹死他 话口未完 射完一球三分球 他又偷到球 快攻上揽得手 球队头7分 都是由他包办 上半场蓝蛇领先红蛇10比6 下半场虽然蓝蛇大部分时间都领先 不过红蛇就派人钉死多謝佩如 令球队又没有得分重心 加上红蛇的宋子山同学 越射越順 下半场已经入到3球3分 为球队追回不少分数 打到最后阶段 红蛇只是落后2分 謝佩如同学上揽7手 被红蛇的中静行拿到籃板 自己快攻上揽 虽然不入 但博到犯規而有2次罚球的机会 而中静行也不负队友所望 2球都入了 维球队追成16平手 最后不够10秒 南蛇的波瓦就交到在謝佩如手上 他在3分线起手 博到3球罚球 比赛时间不多 这3球很关键 只要謝佩如入了1球 南蛇的胜算都很大 不过似乎 红蛇的钉人战术都相当成功 謝佩如打到最后 体力的确不是很久 3球罚球竟然1球都入不了 结果双方打成16平手 要打加仕 加仕階段 大家都不太入球 打到最后1分钟 南蛇的冯修真一球中距离 令南蛇再次领先19比18 去到最后20秒 进攻机会落在红蛇身上 中静行同学在右边发动攻势 他将球球传给狐狼顶的宋子山 宋子山今天手锋好顺 全场已经入了4球3分球 但这球 南蛇竟然没有人去封他射球 让他起到手 还进去 令到南蛇的粉丝抱头痛哭 结果就是凭着宋子山这球 红蛇赢21比19 我觉得今天 有水准 不知道绿蛇有什么人 但有信心 队友今天打完这个有默契 看完女子赛事之后 我们就和大家看看一样这么精彩的男子赛 由男蛇对着绿蛇 性方将会和红蛇争冠军 身形方面绝对绿蛇比较占优 队中有两个高佬 蔡偉峰和南志恒 令到他们在南底有压倒性的优势 大家看到精彩的蛇就是南球比赛 不单吸引到学生来看 连阿sir也有来捧场 南蛇进攻完入之后 这球蔡偉峰拿到南板 一直带到中场 竟然都没人走来抹他 给他个人表演 带督全场 上篮得分 球队领先4比0 球队首两球都是由他个人包办 不过之后形势逆转 南蛇越打越顺 陈绍恒虚线放篮得手 南蛇已经反超前8比4 打开顺境球 整队都好像着火 这球真佳超 一个后转身避角防守球 牛角位跳射得手 入得相当漂亮 南蛇已经跑开13比6 六蛇追分深切 整队都显得守紧 没有人敢起手射外围 只好靠中锋 南蛇自行 爆揽得分 看慢镜 其实这球有点撞人 防守已经站定了 可惜防守球员的位置站得不够好 所以球队也没有吹到 六蛇慢慢打出水准 进攻没问题 但防守真的一般 防守球员没有对到人 令到增加超位3分线 轻轻松松射入3分 上半场南蛇领先18比10 下半场六蛇一次放了两个高佬 下场打个双塔阵 希望用身高的优势 在南蛇唱分 不过他们今天手风真的极差 这球南蛇要射两次才能入 另外一个令到六蛇打得这么辛苦的原因 就是他们的罰球 虽然两个高佬 常常在南蛇拼到犯规 但多次罰球的机会都错失了 但在下半场最少已经射出 7超过10个罰球 所以分数一直都没有办法拉回 南蛇方面 胜代得分足够平均 打起来也没那么辛苦 潘汉林在南蛇得到2分之后 南蛇已经领先超过10分 南蛇又有一个快攻机会了 曾佳超上蓝 轻取2分 他是今场队中的得分王 有双位数字的得分 不过赛事后段有出人意表的结果 当南蛇对制犯规救了4次之后 球阵的判决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六蛇除了有2个罰球机会之外 射完罰球之后还有控球拳 所以只要六蛇一直拼到犯规 就一定不会失球 加上六蛇身形上有优势 入到南蛇真的很容易拼到封 这样打可以说是屈肌 转眼间六蛇已经追到30比33 只是落后3分 全场都没入球阳力浩 这个时候竟然一下冷战 为球队追成33平手 令到成队波士气大震 这球也是六蛇 今场唯一一球远距离的投射 最后不够一分钟 南蛇进攻不进后 蔡伟峰上楼又再次拼到犯规 虽然他今天的罰球不太准 不过这个紧张关头 他也入到一球罰球 令到球队反超前34比33 根据球阵当日的判决 进攻机会会继续在六蛇 时间还有不够20秒 只要六蛇不失球 就可以赢到这场比赛 不过这个时候 六蛇竟然被男蛇拼到公正球 最后一个进攻机会 又落在男蛇身上 最后5秒 男蛇竟然把球球 全给下半场一分都没得过的 陈绍恒手上 结果六蛇险胜34比33 今天开始的状态就不太好 基本上没有外头 如果有都是炒掉 所以我觉得在射球上要改善一下 下场绝对有信心 六蛇 社制籃球的女子决赛 将会在星期四五线时间进行 而贵军赛昨天已经打了 男蛇带姓王蛇成为今年的贵军 男子组方面 但会发现当日六蛇对男蛇的比赛 球例上的确是出现了问题 昨天重赛之后 依然是六蛇进入决赛 又会对着红蛇 决赛和贵军赛都会在星期四放了后打 另外还有厄族的施生彩 将会在星期五放了后打 大家记住来捧场 下面有ㄧmi 马下这个绝对 选目 ,相信就不是 出现了点 是 一路 上 瞧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